按订阅跟小铃铛了没 别忘了也要帮我们分享跟留言哦 好多朋友已经迫不及待 等着要参加我们的品酒会了 麻烦你GoGoGo 小孩出生了 年份就怎么买 大家好我是威士忆打人学院 首席顾问林依峰 有个事情我一定要在这儿 跟大伙聊一聊 就是其实你知道吗 我们开始出频道了之后 然后甚至很多人会跑到 我的脸书里面去留言说 林老师林老师 我想要帮我自己的儿子 买我自己年份酒的威士忌 或者我想要买我自己的年份的威士忌 或者呢我想买一个 我的客户年份的威士忌 要送我的客户 请问哪里买 我收到这样的讯息呢 不计其数 我每次回答的都一样 但是我在这儿统一 再跟大伙说一下 让大家了解 通常呢会这样问的人 通常他一定是不了解 苏格兰的威士忌菜 为什么呢 在威士忌产业年份其实是不重要的 所以呢 初年份酒在苏格兰是极端少的 我说年份酒不是10 12 15 18哦 是什么1969 1975 1983 1991 这种年份酒是很少的 当然你也可以去找那所谓的IB 独立装瓶厂 独立装瓶厂是几乎每一瓶都有年份啦 但如果我们要谈到有收藏价值的时候 可能official bottle 就是所谓的原厂装瓶是很有收藏价值的 而且呢你不管摆几年之后送人是很有面子的 但是坦诚说如果当你了解了苏格兰威士忌产业的时候 市场呢在整个全苏格兰威士产业里面一定不到1% 因为我没有精算啦 甚至可能不到0.1%或0.01%都有可能 那量太少了 而且呢就算有出会问这种问题的你一定买不到 为什么 因为对于说老涛来说呢 初年份酒是一件大事啊 所以当这个年份酒出来的时候 几乎都被常家老涛用最短的时间之内秒杀 如果这支酒呢已经出版超过半年一年了 他的年份酒还没在市面上卖掉 他可能是一个烂酒或是所谓的那个不知名品牌的 不然的话正常来说只要年份酒一出来 只要是大品牌的年份酒一出来上市 正常来说有些是还没上市就卖完了 因为他们有自己专属的VIP就买走了 甚至绝大多数三个月就应该要卖光 半年一年一定是卖光的 所以你莫名其妙跑来问林老师说 我现在要帮我儿子买年份酒 我要买我自己年份酒 基本上是买不到的 你有一种方式可以买到 就是已经上市一年了嘛 他已经涨价了1.5倍了 上市两年了涨价了三倍了 上市五年了已经涨价十倍了 你可以用比较高的价格去买 其实有钱就买的到就办的到 可能很多人就不要我不要 我就是要买第一手的价钱的时候 各位你一定要追踪所有的消息 你要让自己成为真正的老饕 你才有资格买到那些酒 这不是我唯言耸听 也不是好像老饕比较厉害不是的 因为一定要了解苏格兰威士忌产业 不需要出年份酒来赚钱 我再说一次 威士忌产业不需要出年份酒来赚钱 基本上他们出年份酒 一定有第一个特殊的意义 可能是200周年啊 100周年啊 或者是 例如说可能为了某一年的年度限定版而出的 所以基本上年份酒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少 甚至他们出来的时候 甚至可能是用单一桶的形式 全球限量100平到五六百平而已 怎么可能全球限量五六百平 对一个刚出入门的威士忌爱好者 这个东西还会绕到你手上 不可能的嘛 很多人说 Steven不是这样子的 我买葡萄酒 各位葡萄酒就不一样 你知道威士忌单桶的 只有一两百平到五六百平 那五大酒庄的波尔多 多到满坑满谷啊 听说1982年的Chateau Margot Margot宝 是最好的四季年份100分 伟大的五大酒庄最好的一支 Anytime 你要打电话给你的葡萄酒酒商 跟他说我要买1982年的Margot宝 我保证你买得到随时都买得到 三天之内一定进你的酒窖里面 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有 甚至假设我不小心我没有 我打电话跟这个酒商调 打电话跟这个酒商调 只要我赚得到钱 我一定调得到 OK这是葡萄酒 为什么呢 因为葡萄酒每一年都是年份酒 OK 每一年都年份酒 威士忌的年份酒非常的稀有 全球限量就算是五六百平 第一年分出去之后 都到老套的库厂里面了 他为什么端出来卖给你 没有必要 我喝掉了很抱歉 我收藏了两瓶一箱 我为什么卖给你 总共五六百平而已 台湾可能就配到六十瓶而已 或者三十瓶 我为什么卖给你呢 很难的非常难的 甚至有些朋友说 林老师我知道 你前阵子自己选了一桶威士忌 格兰路斯的两千年单桶 年份酒圆桶强度 哇总共限量482瓶 哇太棒了 我也想包一桶 各位 威士忌的世界不是这样子 就是威士忌的单桶 有时候是有钱买不到的 当然如果说你要包的是 IB啦 就是独立装品厂 独立装品厂 每一桶都可以变单桶给你的 但是如果你要买的是 所谓的OB 所谓Official bottle 就是所谓的原厂的单桶 基本上你只能够碰运气 不是你有钱就买得到的 所以更不用说林老师我指定哦 我要1976年的哦 或我指定哦 要1964年的 不可能的哦 不可能的哦 所以其实是很难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买 你自己年份 家里朋友 或小孩的 亲戚的 或长官的年份的 威士忌 基本上第一个你要 资讯非常流通 用第一时间就买下来 要嘛第二个就是 你必须要付出更高的金额 否则我个人建议啦 我个人建议 买葡萄酒比较快 但买葡萄酒有个坏处啦 就是你为了送一瓶 或一箱葡萄酒给你的小孩 你必须要帮他盖个酒窖 哈哈哈 因为那些好酒可能要放10年12年 或20年之后才能喝 如果你保存不好 以台湾的环境 应该不用一年就坏掉了 所以呢 有时候送葡萄酒给长官 或是长辈 或是有一些朋友 其实是很麻烦的 你送的朋友 不懂葡萄酒的 哇这是你的年份 好开心 我从拍卖会拍回来的 他拿回家放了一个月 这酒就坏掉了 开来还骂你说 哪怕是什么烂东西给我喝 基本上葡萄酒 一定要24小时恒温恒湿 所以你也没有办法 帮你的朋友 在家里面盖个酒窖 再送葡萄酒给他吧 所以呢 这是葡萄酒的难处 但葡萄酒 每年都是年份酒 OK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个人建议了 我个人建议了 买年份酒 有另外一个很好的去处 叫做亚马亦白兰蒂 法国有两种世界知名的白兰蒂 一个叫甘亦白兰蒂 一个叫亚马亦白兰蒂 甘亦白兰蒂出年份酒 也非常的稀有 OK 然后呢 亚马亦白兰蒂 就有比较多的年份可以选择了 而亚马亦白兰蒂 基本上跟威士忌一样 都是可以长时间储存 而且不需要24小时恒问恒失 年份的取得也容易 一次也不用买一整桶 所以这是找自己的重要年份的酒类 我个人认为 在目前这个酒的市场 最好的就是亚马亦白兰蒂 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不要说林老师很急车 这个是威士忌世界的现实 所以如果下次你说 林老师这个单桶可以买吗 这个年份酒可以买吗 不要问我 如果你口袋够深或买得起 赶快下手 因为你一转眼它就消失了 我们是一起听音乐的地方 太阳 一周三会员好康大放送 一起听音乐 自身Live演唱会听到爽 我们忘了太多太多 所以我们都想要吧 有偶像近距离玩游戏 我可以公改意 鼓住 不是大功展翅 和喜爱歌手同台飙歌 你如我只是你的眼神 与他不同 我走过你身边的角度 与他不同 想要与众不同 即刻订阅亦亦周刊 竟想会员专属好康活动 我们在加入会员吗 那你呢 还没有加会员 赶快去加会 就差你了 快加入我们吧